刚刚离开了营地 早上起来没吃饭 因为营地那儿也没啥好饭 就准备骑到附近很近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吃个早饭 大概骑个半个小时吧 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 已经比较习惯住帐篷了 哇 昨天晚上露营简直太爽了 因为那个管理员看我是骑车穿越美国 所以给我打了一个折 原价45刀一夜 然后给我说只收了我15刀 非常开心 什么钱可以买吃的 路上站着一只鸟 看着天张着嘴 也不知道是在干啥的 它是不是想喝水 哦 这鸟是腿受伤了 这鸟是腿受伤了 哎呦 这个我也不会治 水冲一会儿 那我给它放草地里吧 刺得太 筋太大 可能有点稻 不要动啊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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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会飞啊 这车又来了呀 关键是 关键是 放了 OK 现在好了 有啥不飞呢 会飞 到了准备要吃早餐的小镇 这个名字叫 刨丁 刨丁镇 这边 叫 Pancake House 前面有一个cafe 去那边吃早餐吧 Past Time Cafe 过去时光小餐厅 就是这儿 它11点关门 现在刚好10点50多了 再换一家 今天不知道是因为周六 还是因为快到了美国国庆节 所以关门早 没有去刚才路过的那家 看起来装修稍微好一点 不知道吃的怎么样 就这家grounded 翻译成接地气的 这家就是咖啡店了 它就不是早餐店了 不知道吃的东西行不行啊 咖啡店毕竟不是正经餐厅 随便点了一个桃和杏的四目锡 然后点了点钱 这叫Skos 都不知道中文里面 一个奶酪培根的 一个蓝莓的 我赶紧查一下 这个叫司康炒饼 就是烤饼 不好吃 但是也是能量 先店一下 中午再好好吃一顿 今天要路过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叫韦恩堡 它是印第安纳州第二大城市 在Indianapolis之后 不会从城市里穿过去 有时候从南边擦过擦肩而过 原因是怕城市里面 它这城市挺大的 怕城市里面交通比较复杂 不适合骑车 这个城市 最早是它建立之前 是一个印第安部路 然后来白人在那18世一出 在那建立了要塞 叫它这个韦恩堡 这个碉堡要塞 后来它这个城市有名 是因为有三条河流在它这儿交界 圣玛丽河 圣约瑟夫河 还有这个茅咪河 伊利云河在这边也有一段 伊利云河在韦恩堡这边的海拔是最高的 所以说它又被称为这个Summit Summit City 巅峰之城 进入印第安纳州 就又要离开厄亥俄州了 啊终于 这算是又骑过了一个州 印第安纳州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 在伊诺伊州的东边 厄亥俄州的西边 它的北边是五大湖之一 是应该是密歇根湖 伊利亚纳州还是非常有名的龙卷风州 并且这个季节好像也是龙卷风的季节 不过最近没有任何的预告 龙卷风的预告 一般有的话是会有天气预告的 所以应该还比较安全 但是我马上就要进入龙卷风州 这是确实 确实在发生的事情 看我右边的风车 啊一群一群的风车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说明附近常年风比较大呀 马上进入龙卷风州 心情有点小激动 前面过火车了 啊得等火车过去了才能通过 啊这火车好长啊 我离老远都看见它开始过 这后面还有那么长 这是一个货运火车 中国海运China shipping 啊这几桩箱 哇真的好长啊 我来到这个小镇叫佩恩 来这吃个午饭 这鸡上一个人都没有 太恐怖了 这个感觉跟做核弹实验的小镇一样 就是全都是假的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来这吃 Pancake House 没想到这是一家墨西哥餐厅 没有很多tacos 墨西哥卷 看起来还不错 这烧烤 Fajitas 看起来也不错 买两样 哇这个就是Fajitas 烤肉 还是挺热的 非常香 滋滋作响 Thank you 然后这是配的米饭 豆泥 还有青菜 哇很棒很棒 哇我觉得我这个很快要演变成一个吃播节目了 嗯很一般 有点咸很一般 然后又点了三个牛肉的墨西哥卷 尝一尝这个怎么样 有点面还是好吃 全部吃完了 盘子都快瘦完了 哎呦闲死我了 我被一朵云挡住了阳光 哈哈 哎又没了 那朵云过去了 哎右边又一朵云过来了 过来了 阴凉地啊 快向我走来 哦又又被云挡住了 多谢多谢 哈哈 真凉快 哎不行了 云走了 时不时有云彩当遮阳伞 真没想到 刚才看路牌说 我在现在正在骑的这条路叫做 周界路 State Line Road 意思可能就是 左边是俄海俄 右边是Indiana 哈哈 就是前面右转 就进入Indiana 好多好多的风车啊 我这会儿好像是顺风 这好像风车朝的方向是反方向 说明现在给我的这个顺风 是常年都是这个方向啊 风车都是往这个方向修的 这儿就是 俄海俄州的边界 然后那边就是Indiana 州 在这儿拍个照 正式进入了 Indiana 州 上面写的是 欢迎来到Indiana Cross Road of America Cross Road就是这个交叉口吧 意思是这个交通枢纽 你不管是贯穿东西还是南北 都要经过这个州 林肯的 林肯R10的家乡 Indiana州 刚才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 一对老夫妇出来给我打招呼 牵着一个很可爱的小狗 问我是去哪儿的 是不是也是骑那个穿越美国那个Northern Tier路线的 可见这条路线上过的人不少啊 他们都认识了 他们给我说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 专门让这些骑行的人能扎帐篷 还能洗澡什么的 但是我去的地方比那个远一些 比那个还要再远个三四十公里 真是非常友好 就刚才路左边 那个地方 继续骑啊 现在应该是还有 三十脉那就是五十公里 还有五十公里 其实很快就到了 不到三个小时 又是一个安静的令人恐怖的小镇 令人感到恐怖 太安静了 今天不是说到 这是维恩宝石三河交界吗 这是 这个就是圣马力河 其中一个 不是太大感觉 林目的地还有大概十只 十六公里 十六公里 十六公里一个小时 就到了 下午三四点吧 四五点的时候 天气开始阴下来 没有白天那么晴 就凉快了很多 体验变得提升了很多 还是阴天骑车舒服 这个路真是骑不完呀 两边都是开阔的农田 景色非常单调 我已经今天这样骑了有多少了 骑了有 四十多卖七十公里的吧 骑了有 还有最后十六公里 再加把劲 我一直想拍的鸟 在地上一直走来走去 它就是不飞 这个鸟可能是不会飞 看一下看一下 这还有一只小鸟 今天运气不错 哈喽 好小一只鸟 太可爱了 能从潮里钓下来的吧 应该不会飞 要不然早飞跑 想想办法 也放到哪 它跑了 看来还是没事儿 自己跑吧 还有五分钟就要到地方了 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 看到了两只小鸟 一只是好像在路上受伤的 另外一只是特别小 好像从潮里钓下来的 上午骑的 哇上午太阳太晒了 晒得有点难受 但是中午吃过饭之后 过了两个小时 天阴还好一些 每天就是什么时段骑的舒服 什么时段骑的难熬 很难预测的 完全看天 好今天就到这儿了 拜拜